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微博6月29日出现一篇网民爆料,直直陕西华英是华西镇的雷姓公务员,长期胁迫15岁少女和她作爱,当局对此介入调查后,认为全案并无违法,只是触犯了党级党规,将继过以表处分。 综合中美报道,当时是由受害女孩的妈妈亲自上网爆料,她透露一婚结由小孩的雷男,急助公职人员的身份使用诱骗与恐吓等手段,逼迫她女儿和她发生性关系,甚至用刀架在脖子上抢逼作爱,对女儿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 消息在网络上散播后,撼动了相关主管机关,华英是华西镇人民政府随即进入厘清状况,但在发布调查结果时,却宣称雷姓公务员和少女是男女朋友,虽然发生过性关系,但没有任何强奸嫌疑。 至于雷男所违反的党纪党规,将会以计过处理,当局的解决方式让许多中国民众相当不满,更痛批政府是在官官相护,有法律工作者表示,全案的说明相当模糊不清,如果雷男是在少女未满14岁时就发生关系,中国合法性交年龄未14岁以上,恐怕还是涉及了强奸罪嫌疑。 另外,雷男在已婚的身份下和未成年少女交往,肯定已违反了伦理与道德。